从台湾媒体的报道来看 苏贞昌呢 已经讲过 提过好几部大陆的电视剧了 之前有《沿洗攻略》 这一次呢是走向共和 对吧 实际上呢在这儿 我觉得我可以再推荐几部电视剧 比如说《觉醒年代》 比如说《人世间》 比如说《正阳门下》 比如说《山海情》 这几部都挺好看的 都挺能够教育和启发 那两岸呢血脉相连 文化相通 这个呢是刻在基因里头的 是去不掉的 有些人呢口口声声是喊着去中国话 但私底下呢却特别诚实地 追求中华传统文化的进润 这样子来看 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呢 而且呢这部也充分地说明 搞台独是行不通的吗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可真相优